那時候我媽媽都住 我父母親住在園 那我們那時候也都差不多住在園 晚上我們會掛文章 自己過去和爸爸媽媽生活的地方 學校的學生是非常感動 因為他在這裡出席 對這個地方是尋問了美好的記憶 很大 很美 然後我之後所住的房子 都沒有這邊的漂亮 所以我非常感謝這個 這個印尼縣政府還有我們那個創始人 能夠把這個地方能夠保留得很好 讓我真的回到我出生的地方 我真的很感謝 民國四十幾年 就召入開現在的婚姻故事關這個地方 暫緊他們叫死者應該找到不存在 因為大紀下延的根治 讓這裡有機會坐一家都回來 那我來找的時候 他們都說我很天兵 完全五六十年怎麼可能 那我就說不管我一定要來看這樣 就後來來的時候真的存在 我因為就很激動的 我覺得他還存在 我就沒走到一個房間 我就說這是我媽媽房間 我第一次在這邊出生 然後一邊講一邊哭一邊講 就是一路上 因為看到台北九婚的旧宿舍 讓夏園有了來婚姻找旧宿的生活 做得小弟和後一代 這次來到他們出生和生活的地方 有一點點好笑 也有緊家庭開心 感覺到遺憾的就是 父母在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想到 不過我今天也很高興 我兩個女兒來 讓我覺得有一點傳承的 有一點那種傳承的那種感覺 坐在這個牧館 歡迎一邊回家 謝謝 感謝感謝 謝謝感謝 下架一架火子 在這裡生下了 所以他們的美好過去 歡迎各位如果可以繼續保持下去 相信來到這裡的大人小孩 都會在這裡留下近家座 稍為自己的快樂基地 記者靈一靈 蔡芳報道